謝謝主席,有請次長 我們請次長 前老師質詢的時候,我請教次長 如果我們大學的教授沒有經過適當的程序,違法在外面兼任董事的話 要不要追究他的責任 第一次的質詢的時候,你跟我確認過 沒有經過學校事先書面的同意,這是違法,這是清楚的 但是我關心的事情是,接下來到底要怎麼處理呢 你說需要回去清查,我有願意給你時間 那最後一次的質詢的時候,你說年底以前 對於這些違法的人到底要怎麼處理,要跟台灣社會說明清楚 什麼時候可以說明清楚 跟委員報告一下,這個部分教育部是有請我們 這我了解啦,跟大專業校叫他們弄 現在如果這些大學真的可以自律 然後不會自己關起門來,自己包庇,台灣社會就不會這麼關心嘛 那現在具體的有這個違法的行為,那你們也清查出來了 我現在關心的是,這個違法的行為教育部的立場是,就縱容放過去 還是要追究責任 那你們這個結果什麼時候要跟台灣社會說明 跟委員說明一下,因為有關那個大學的老師的部分 是不是有這個違法這樣的部分 這個部分必須回到學校的程序去做一些的處理 那教育部呢當然也會盯著學校去把這個部分做處理 你上次你就這樣講嘛,什麼時候有答案 所以目前呢,針對我們大概有掌握到的就是在 今年7月3日要以前 市長,請你回答我的問題 不要看著你的稿念好不好 現在我要的是,你上次承諾我年底以前要跟台灣社會說明吧 這個承諾會不會跳票?什麼時候要說明? 目前我們大概也對學校的部分大概做一些掌握 目前大概有202位的老師 對不起,我問的是年底以前能不能夠說明 目前大概我們已經調查完成了大概有167位 但還有少部分的還沒... 沒關係啊,調查完成167位,年底先公布可不可以?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可以來對外做說明 你上次在國會裡面給我的承諾啊 難道這樣子的承諾又要跳票了嗎? 年底以前做說明沒有問題嗎? 對,是的 好,還有幾天而已喔 我接下來為什麼要繼續追這件事情喔 一個台大的教授 向我們國家申請研究計畫的補助 買了藥品以後 回到自己的診所裡面 去販賣牟利 不法榨財 超過了新台幣上百萬元 結果這樣子的教授 犯罪行為被揭發了 檢調去搜索 我今年夏天得到檢舉 說這一個 詐領國家 研究費拿去自己 診所販賣牟利的教授 為什麼現在還在台大任教? 結果你們9月6號 發一個函給我 說所詢 國立台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林中天教授 詐欺公款之刑事犯罪相關事宜一案請查照 請問為什麼編密件? 我這個人很守法啦 你有那個臉面敢編密件 我就全黑把你遮起來 不過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一個教授 詐領公款 拿到自己的診所 販賣牟利 那這個是一個明顯的犯罪行為 也被認定了 請問你們為什麼編密件? 在遮嚴什麼? 編密件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覺得這個事情太丟臉了 整個台灣社會不應該知道 台大怎麼在包庇 教育部怎麼在縱容 所以編密件是這樣嗎? 跟委員抱怨 如果是涉及到一些刑事相關案件的部分 當然有法院去做審理 但是如果是涉及到這些相關資料提供的部分 因為這個會涉及到個人資料保護法的 對不起喔我先停一下 一個大學教授 詐領了國家的公款 拿到自己的診所去賣 刑事司法程序也已經終結了 你如果還在偵查中 讓我們尊重 偵查不公開 已經偵查終結了啊 那你們編密件 法律依據是什麼?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問題啊 你的意思是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為了要保護他的隱私 保護他 炸領國家公款 販賣牟利 台大包庇 教育部縱容 這麼丟臉的事情 不要讓台灣社會知道 所以編密件 是這樣嗎? 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看一下公文的部分 因為台大 我們這邊請台大提供相關資料 沒有兩個部分嘛 第一個 不好意思喔 教育部書函 回給我辦公室詢問 編密件 我現在在問你的是你 回給我的公函 你憑什麼編密件 這裡面什麼事情是機密的嘛 我看了以後 老實講啊 以我的法律判斷 我完全看不出來 機密性何在 但是為了要表示對教育部的尊重 所以我把它全部都塗黑 台大更好笑 台大給教育部 也是編密件 2018年10月3號 韓副給教育部 也是編密件 秘密性何在 教育部沒有問台大嗎 這種事情 幫詐領公款的教授遮醜 這個是屬於法律上面 應該值得保護的秘密喔 這個是教育部 作為主管機關的立場嗎 是嗎 什麼都秘密 刑事犯罪也秘密 詐領國家公款也秘密 結果這種詐領公款的人 現在還在台大任教 難不成也是秘密 他現在還在台大任教啊 我已經找過你們教育部的官員啊 結果你們 教育部的官員說 台大跟我講沒有違反教師法 14條第一項的問題 那我就聽不懂了 教育部的立場是這樣嗎 台大可以這樣搞嗎 包庇一個詐領公款 不法獲利上百萬 刑事犯罪被認定的一個教授 還可以繼續在台大任教 這是我國的大學自治啊 這是台大的水準啊 這是我們教育部的標準啊 我老實跟你講啊 作為一個台大的校友 作為一個曾經在台大擔任 兼任教授的我而言 我完全看不下去啊 這是什麼標準啊 蕩然無存啊 現在不是說 在外面堅持行政 paper work 沒有做好被抓到 事情沒這麼簡單耶 在領了上百萬 台大包庇不處理 教育部也繼續縱容 這是教育部的立場嗎 次長請表態 請說明啊 這是教育部的立場嗎 教育部要跟全國的大學教授講說 Go ahead 去貪污吧 去佔領公款吧 因為我們不會對你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沒有教師法14條第一項的問題 這是教育部的立場嗎 請說明 跟委員報告一下 針對本案的部分的話 因為 老師有沒有違反教師法相關的一個認定 依照大學法以及教師法的相關規定是由學校的教訓會 所以教育部沒有立場 基本上是會尊重學校 來你說尊重 對 往下看了 2017年9月5號 教育部來涵減負連政匯報紀錄 本案已經被認定有犯罪 教授本人坦承不悔 教評會十無理由表示該案無教師法14條之情形 這個是不是教育部發給台大的法律見解 我直接回答你啦 是啦 除非你今天教育部提供給我的是偽造變造的公文 然後我相信教育部膽子還沒這麼大 那就有趣啦 我們的教育部在第一時間曾經 告訴台大 欸你們包庇的太離譜了欸 教評會十無理由表示該案無教師法14條的狀況 再丟回去給台大 叫台大好好處理 但是台大很大啊 台大是我國學術的龍頭啊 因為是我國學術的龍頭 所以我台大的教授貪污炸財都沒有關係 我還是要聘 你教育部就是拿我台大沒皮條 台大這樣洗臉教育部 教育部就吞下去了喔 剛你說尊重教評會我就聽不懂啊 那你們如果真的是尊重教評會的話 教育部還有聯政匯報紀錄欸 發行給台大欸說你們教評會太扯了吧 怎麼會這樣搞 結果呢 台大繼續很傲慢 我們就是要這樣搞 結果教育部拿他沒皮條 市長我時間到了 這件事情什麼時候可以給我一個交代 呃 這個幫我們回去再釐清一下 那原則上 我之前就請你們同仁來釐清了啊 對 結果你們同仁再答應我要回復給我的日期 你東西根本沒交出來啊 態度很傲慢啊 我反正就是不教你要怎麼樣 台大成輪墮落 教育部包庇 這就是我國的高價 你需要多久的時間 呃 是不是跟委員 都可以 閉著眼睛不處理 那我們納稅人給大學這麼多的補助經費要幹嘛 給他們拿去汙喔 反正汙完以後也沒有教師法的適用 這是我國高教的水準嗎 這個是教育部的標準嗎 採取這樣的標準對得起納稅人嗎 一個禮拜夠不夠 呃 因為案子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兩個禮拜的時間 太久了 一個禮拜之內 一個禮拜之內 我一定會反映在今年預算的審查上 這樣汙納稅人的錢沒有問題 繼續在台大任價 台大包庇也就算了 教育部跟著是縱容 你們自己出的法律見解 教評會十無理由表示該案子教師法14條的情形 哇 我們的教育部發表的法律見解 台大就是不理你啊 了不起啊 一個禮拜之內 好 謝謝 謝謝黃國昌委員的諮詢 謝謝 謝謝 謝謝零次的背群 我們現在請王育民委員諮詢 謝謝